亲爱的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听说环境 我是绿色和平媒体推广部 资深影音制作人 我叫聪荣 今天为你读这篇文章 在后疫情时代 四个面向打造绿色层次 希望您会喜欢 一场病毒全球大流行 让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一系大乱 也让许多人重新审视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当疫情过去 世界或许将再也不同 但这也是个机会 让我们思考 如何与环境共存 在都市中活出 更永续的绿色人生 商店歇业 搬机停飞 连奥运也延到2021年 疫情带来的变化 令人措手不及 从2020年初开始 新冠肺炎逐渐蔓延全球 随着感染人数攀升 国境纷纷关闭 许多国家与城市甚至必须寄出封锁令 除了生活必须的采买与活动之外 人们无法上街 包括台湾都感受到生活的改变与经济冲击 过去总是门庭弱势的各大旅游景点 突然间安静地下来 目前全球约有55%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车潮逐渐从道路退去 城市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不禁令人思考 经过这场疫情的洗礼 未来各行各业必然历经一番大洗牌 生活或许将从此改变 我们究竟该如何规划更好 更宜居的城市 又该如何反思人类的渺小 应以更永续的方式 让每一个人活得更安全 更健康 并与地球的万物共存 我们可以从四个面向 想象一个更环保的理想城市 第一 绿色交通运输 您知道城市中有一半的面积 都是给车子使用吗 如果把道路和停车场都算进去 人类打造的都市 有大半被汽车占据 然后我们平均每年再花100个小时 塞在车阵里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城市中的空间应该是要给人使用 而不是给车用的 如今正是重新规划 城市交通的好时机 欧美许多国家都正在增加 并拓宽脚踏车道 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单车空间 台湾的脚踏车出口实力坚强 也应该思考如何让骑单车更加方便 不仅防疫又环保 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更安全 更有效率的大众交通运输 为未来做足准备 第二面向 绿色饮食 许多地方实施城市封锁 也连带引发了粮食危机 2020年是全球作物丰收的一年 但是因为交通运输 与食品加工链被疫情打乱 导致不少城市面临缺粮困境 甚至有发生饥荒的危险 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 在地生产与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 台湾在2018年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5% 换句话说 我们有65%的食物都要靠海外运输提供 一旦有突发危机 自己的工娘能力将十分脆弱 让我们想象一个理想的未来城市 不管是在餐厅还是家中 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地在中 在大楼屋顶上 阳台上 庭院中 每个人都可以是城市农夫 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 当地当令的新鲜蔬果与粮作 在地的小型农作不用化学农药和肥料 也不需经过大型的批发与运输 而是由当地小农合作社与农能市集所组成 新的粮食生产方式不但能提高粮食自给率 更对环境有益 目前人类因生产粮食制造出的温室气体 占总排放量约24% 其中畜牧业占14% 食物浪费更占了8% 若能减少肉食 在地生产植物性粮食 并避免因为运输与包装所造成的浪费 我们就能享受更安全 更健康 更环保的食物 第三面向 绿色经济 地球资源有限 但是无穷的欲望却驱使我们不断制造 消费 丢弃 再制造 再消费 如今人类的经济规模 要用三个地球的资源才有可能满足 而这样过度消费的习惯 也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加深环境压力 当疫情袭来 漫长的居家时光 是否让你重新思考 我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是时候改变我们的制造模式和消费习惯了 产业应该试着把物品制造的更耐用 更易维修 而消费者也可以在重复使用 修整 共享与交换中 得到更好的消费使用经验 延长资源使用时间 在每一次购物前停下来 想一想 我是真的需要 还是只是想要 或许减少购物后 好好生活的空间反而更多了 第四面向 绿色空间 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都市中是否有公园等绿色空间 与身心健康有密切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建议 人的居住环境 不应远离绿色空间超过300公尺 但是实际上 在许多寸土寸金的城市中 想拥有一重绿意 都是奢侈难求 如果我们能够少规划一些空间给汽车 腾出更多的绿色区域 也就会有更多空间运动 游乐 社交与放松 另外 利用这些空间打造都市农业 仍让更多在城市的人 参与生产自己的食物 用环保绿色的逻辑 重新去思考我们的城市 重塑身边的空间 或许您会发现 我们并没有牺牲太多的便利与舒适 反而能够开始真正感受 并享受生活 更重要的是 面对各种未知的巨变与危机 我们的城市将展现更高的韧性 同胸化疾 打造理想的绿色城市并非一处可及 但值得逐步推进 除了有力的政治决策 集体的经济选择 还要有每一个您我的支持与参与 您准备好了吗 以上是与您分享的文章 希望让我们对于一座绿色城市 可以有更具体的想象 甚至有机会实现 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 可以点选资讯栏 到绿色和平官方网站 阅读丰富的环境工作讯息 或是订阅YouTube频道 收看精彩的环境影片 我是丛容 感谢您的收听 听说环境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